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怎会在这里呢? 因为今天我们会有个特别节目 首先看看这个位置 这里就是班堂的象人工作室 我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节目 我暂时不会说名字 是做什么 在这里了 我们进去吧 好 玩具日宝市民 模型部屋 今天就是人才仔仔 首先我们开始介绍 有Manson Kanlu 还有这位 大家不知 但我说的名字 大家应该听过它的名字 就在模型界 很多人都知道它的正书 而很少在媒体出现的 正书君 Hello 大家好 是的 喂 今天为何我们会 group 这个gattling 应该就是说 你咯 是的 都是我 你咯 不如说一下 为何今次你会 我们坐在这里 大家见面 好啊 今次大家看到前面 有模型 当然讲一些 和模型制作有关的东西 真的吗 是的 其实呢 现在我们在四月尾 将人会举办一个全港性的模型比赛 它的名字就是 将人科幻模型杯 就是一个以科幻模型为主题的一个模型比赛 那今天呢 我们请到其中 评判亭的两位 当然包括我自己 都是其中一位的评审员来的 那有Manson和郑雪在这里 那今天就想讲一讲 有关这个比赛的一些方向 或者一些比赛的细节 或者甚至乎去到 评分标准 这些主题的资料 大家好 我是郑雪 那我今次是代表Matsaki Studio 得到将人的邀请 那今次是这么多位评审的之一 非常之高兴 因为可以令到香港多些模型比赛举行 可以令到多些人参加这一样活动 那我非常之紧张的 因为由一位参赛者变成一位评审 其实都知道当中会有很多压力在里面 但是我会以最公平公正的方式去审视每一件作品 希望各位会多多支持 好 大家好 我叫Manson 是Manson Hobby Room 的店员 店长 知名厨女 好了 今次很荣幸 得到将人的邀请 成为这个 将人科幻模型杯第一届的其中一个评判 很开心 会有人不认同 才会请我做评判 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为什么会参加呢 因为我觉得香港模型是需要多些人去玩的 而一个比赛是可以吸引多些人去玩 还有自己感觉感受 就是每次参加完一个比赛 它的制作水准 它的功力都会提升很多 希望可以多些人去玩 多些提升香港模型制作的水准 会发光发量越玩越大 希望大家多些参加 好 大家好 我是Ken 我今次代表将人 举办这个将人科幻模型杯 主子也是想鼓励大家多些去参加模型的制作 今次很荣幸得到很多方面的人士和赞助商去支持 这个对我自己来说 甚至对将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因为每一位参赛者的参加 每一位赞助商的参与 都是代表了他们对我们大会的一个认同和一个鼓励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亦都趁这个机会呼吁一下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参加模型的朋友 别犹疑了 马上来我们组型的专业报名 多谢大家参与 我都留意着你那个比赛 是 我好像见到你一手一脚 由令开始group这件事 什么都你弄了 是吗 是吗 其实都是一个尝试的阶段 因为虽然我 大家都可能都玩过一些模型比赛 我自己都玩过一个模型比赛 但是真的要自己 要搞一个 有代表性这么巨大的呢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是的 要搞一个有规模 就是有一些规模 还有一个叫做广泛的模型比赛 当然我在筹备 在赞助商 甚至乎在评审团的联络 都要拿回功夫 那我也都尽量想请一些 很勇敢请到一些 有模型赛数学 有经验的前辈 或者是一些模型赛数学 很资深的朋友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来一起做一个评审的团队 或者来介绍一下这两位 真是搭搭搭的高手 因为呢 很喜欢搭搭搭 很喜欢搭搭搭 我记得当年你搭过一只 闪光之海撒位的斯根凳 他真的搭出来了 你这个真的搭了个头 搭到别人不喜欢搭搭搭搭 都要比较奖 这两位都差不多是否 是科幻组那边的主要评审 其实是的 我们的比赛呢 其实我们有分几个组 有机械组 生化组 亦都有多人参与团体组 亦都有个少年组 那个详细呢 可能会上回我们的模型看 因为其实都很详细 我们有个群组里面 有关所有奖项 奖品的分布 甚至乎比赛细测时间地点人物 都会在群组里面 都会有很详细的解释 我也见你很认真 这次你比赛是4月28号 在观塘那边 没错 地址是那个 观塘城业街 11号 是一个地铺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礼堂 是的 因为我们在选址方面 都研究了很久 希望选一些比较容易去 地铺应该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是的 你又找到亭廷过来帮你做C2 是的 这个真的很详细 当然了 因为当年亭廷拿了奖是亭廷去做访问他 这个真的很详细 而你第一次的微剧场 也是和亭廷一起做的 所以这次应该是效果 应该是不错的 那Manson Sir有什么要说 这次做这个 你都做过几次评判 那你对今次这个比赛 有什么想補达一下 你还是推动香港的无形界 我是好东西 真的好东西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 越多人玩越开心 这个比赛 Kent这么积极 这么热血的去搞 当然是一定支持 我真的看到他真的很积极 我真的看到他去找评判 去找sponsor 等等 他搞了一些poster的东西 整个过程里面 你觉得哪样最努力呢 其实 那这样说 如果真的说比赛来说 我自己的宗旨就是 真的是参赛者第一 是为参赛者而搞的 第二就是 多得各方的评判团 甚至是sponsor 去支持我们去搞这个比赛 这个才是比赛的重点 这个比赛的主角 我也都会 循着这个方向去 来到任何的政策 任何的资料 或者都是 都是循着这个方向去搞 直到比赛那天为止 是 是 是 因为他是很静的 以前我们在news的世界 都认识了很久 是 少出声 全职独男 全职独男 还有要说的是三位店长级的人士 正确是有一个workshop manson sir也有一个 街旺那边 这里有官堂 官堂有Ken 那个 你那个在哪 我在大埔 在大埔 叫Matsaki Studio 是的 你那个 我们不会和别人说 manson hobby 在街旺中心有一个workshop 我不说的 今天天天挺好的 对 也不会说Ken 在庄人那里有一个workshop 虽然今天在庄人 但我们也不会很emphasize 是的 我们不会和别人说 在庄人那里 是吗 是吗 是 说到这里来说 大家玩比赛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比赛有两种的评分方法 一种就是 比分 其实有另一种就是 扣分方法 是 那你今次这个比赛 你想是行哪一种方法的呢 其实呢 就 我讲今次先 那我们都会 比分方面 我们都会 随着三个方向去比 那都是一个叫手工分 一个是上色分 那最紧要的那个 当然是创意分 因为我们今次的主题 是科幻为主 那一定是创意行先的 这个不容之宜 那究竟科幻模型 和其他种类 比如说军事有什么不同 那军事可能着重一些 历史啊资料性的东西 还有在真实感上的表现 那反过来 科幻模型就比较 天白行空那些了 那可以说是 可以很广阔的 那在 无论在这个主题 或者是那个 设计 甚至乎在表现方法上面 都可以是很 很open的 那这个要投给参赛者自己 去到 发挥了 那如果说到 平均标准来说呢 那刚才都讲了 那三个方向 那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创意 那这个是我们 评审团的一个大的方向来的 那我又多嘴问一下 因为我都听了一种 有一种 有种评判就喜欢去给分的时候 就看下 作品的瑕疵来说 扣那些分的 那有些就不是 反过来就说 做得很好 我给分下去 给五分十分那去 但反过来有些不是 我当一见作品是有十分的了 一来到夹口无补扣五分 嗯 上色不均匀扣三分 这样去 其实你们这次的方向 是用哪一种方向去行的呢 如果刚才你说的那几种问题 那这个就会归留在手工那方面 就是譬如说 有些地方应该做的 那应该 这个是基本工 这个是参照者自己本身的制作 一些技法 但是如果 我们都是看主题为主的 譬如说 如果我们 要我们自己的理解 当然我们评判 个别会分别 会比分 但是我们会就着 他那个作品 想呈现的主题 嗯 他究竟 他要呈现这个主题 他用到的技术 或者其中一些的方法 否符合到 他要表达那个主题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会 会反过 在那个参照者的角度 再看他究竟 他要走这条路 他可不可以去得到 他应该走的地方 而再给一个 所谓客观点的分数 好了 那首先由你开始先了 好 你会是 着重在哪一方面去 评审一件作品呢 你自己 那 基本工很重要 我相信大家 制作模型的人 都会很 看重这一方面的 就是一个很 基本的一个技术来的 那这个是包华奇奇 因为我们今次 比赛要求大家 是一个叫做完成品的质素 就是说应该要全部涂装完成 至于瑕疵 那些就 尽量就 就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 尽量会看一下 如果他真的 譬如 他行干净风 那他 我们会在这个方向 到 会有个特别的要求 如果你干净风的话 你会特别看那些 可能一些很细致的瑕疵 我们会捉得更严 但如果我是玩一些很灵律 譬如玩情景的 那当然看一下他的真实性 当然我可以呼应刚才我说的 他也是会 因应作品的主题 而我们做一个调整 应该看些什么 这样 好了 第二位了 你少说话 你那个评审的作风来说 给你你会怎样去 评审的作法 你会怎样看这方面的东西呢 我自己玩开的风格 都是干净 还有会好看 上色的七面的公正 另外就是 例如你会改造 加细节的话 例如黑线 转洞那些 黑线有没有做好表面的打磨 例如你加细节的 尽量做到去对称等等之类 这些是我会着重点去看的 另外就是 讲到创意了 因为创意很主观的 如果你要我第一下 令到我可以 非常之 很创新的感觉 第一眼吸引了我进去 会加很多分 因为我们 这些都叫做 砌了十多年 看得太多模型 其实都会厌的 你如果给到一个 很新的idea 眼前一亮 是的 你吸引了我进去 绝对会在这里加了分 之后 再执理基本功 还有 我那方面的细节表现 那些我都会着重的 回到这里 正树 除了我们评审之外 他也是其中一位赞奏商 那我们这个比赛呢 除了四个主组别之外 我们也有八个特别奖的 那 正树 Masaki Studio 赞奏的是一个 是的 我赞奏的是最佳细节表现 没错 没错 Benson 说的是最佳 圆形製作 奖 没错 特别奖 最佳圆形製作奖 是的 好了 因为刚才阿姐说完 是 你去评审那段时间来说 你会将你的焦点 会放到作品里 在哪里给分 如果对我来说 我的重点是 希望看到一些我未见过的东西 创意 创意很重要 因为说真的 去到比赛的级数的时候 每个水准手工 都已经有一定的程度 但是怎么可以突围而出呢 就是希望到别人未见过 而吸引到人 正树轻地说 吸引到我看多两眼的 那个已经是很成功的作品 所以大家朋友看到这段 也明白 今次的比赛应该向哪一方向 是 照着你做你的作品 还够时间的 那段时间还未避免 够时间去收集自己的作品 是真的 是真的 三个星期后才出的 不如这样 你看我的导演怎样剪片 直辑 直辑 听完出 是 刚才那个叫做最佳圆形制作 是 那其实 在Manser上眼中 怎样为之一个圆形制作呢 譬如这个是一个模型比赛 但是我希望不是用模型 一刻买回来的时候 拆这件 拆那件去做 是 可能是会用不同的素材 金文铜铁石 是 膠盆 膠片 泥土 尤其是任何东西都可以 去做一些 我们会觉得新奇有趣 好玩的东西 那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 这个最佳圆形制作的特别箱上 其实要求 其实 技术要求其实都挺高的 是的 要有力 没错 没错 是困难的事 是 但是好玩之处就是 有困难才可以玩的 没错 全部的 数了一台 每个人都玩的时候 没有那么好玩 所以美人名胎子 这样做了一个模型比赛 是的 所以我很佩服听歌 真的 真的不得了 没那么说 谢谢大家 支持 多谢大家先支持 真的很重要 那说到这里 我们也要做一个总结 总结我交给你了 好 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节目之后 多多参与 那大家 报名方面 有几个方法 可以WhatsApp 亦都可以在我们着型的专业那里报名 那如果大家 走开走迈 去到Manson的店铺 或者去到 正书的店铺 都可以通过两位 师傅 都可以帮大家做一个登记 嗯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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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重复一次了 交件日期就是 4月27号的下午 是的 正式评审的日期就是 4月28号的早上 我们下午呢 就会进行一个颁奖的形式 那大家 好似 好像GVWC那样 上像版 下午的评宾 是啊 其实那个时间都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距离现在 今天就录影了 那应该都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可以给大家去制作的 嗯 我想这段片出来的时间 三月左右出街 一个月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是啊 那喜欢我们这段片的朋友 或者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就可以分享我们出去 或者订阅我们的啦 那我们的名字就是 玩具日报示范 模型暴屋 那就 多谢大家的收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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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 累了 那 来了啊 我们要参加 象人方案 美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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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